早上匆匆忙忙趕著上課 上班 而忘記吃早餐的民眾可要注意了 若沒有按時吃早餐 除了會造成專注力下降之外 長期下來很有可能會提高 罹患膽疾時的風險 不過民眾表示 只要一忙就會忽略吃早餐 根據台灣預防保健協會的研究報告顯示 不吃早餐罹患膽疾時的機率大幅提升 主要的原因是與膽囊無法順利排除膽汁 有很大的關係 膽汁是綜合胃酸 因為它本身是鹼性 胃液是酸性 所以它對於所謂的食物 稍微綜合 幫助消化吸收 如果你今天沒有運作 一個胃場沒有運作 它會造成膽汁 它就囤積在 它認為不必要 它就囤積在某一個地方 就是膽囊的部分 不吃早餐的行為 除了會提高罹患膽疾時的風險之外 協會也提醒民眾 不吃早餐也會造成營養失痕 新陳代謝速率下降 疲倦等問題都會接種而來 協會也建議民眾 每天早上的早餐一定要吃得好 特別是富含蛋白質和氨基酸的食物 我會比較提醒大概八點多 以前一定要吃 就是那吃一些蛋白質的東西 比如說萊克蛋餅 那加上玉米是最好的 早餐除了要吃得好 吃早餐的時間也是關鍵 趙順榮表示 吃早餐的最佳時機 與前一晚食用晚餐的時間 應該要間隔十二個小時 另外民眾在起床後 應該要隔二十到三十分鐘 等消化系統開始運轉後 再吃早餐最為合適 記者國民要衛報雜課台北市採訪報導 早消化系統開始